歐巴馬他當初拿諾貝爾獎 是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說他要停戰 他要撤軍 這是歐巴馬他當時的主要政見 要從阿富汗撤軍 所以這個諾貝爾就給他一個和平獎 說你要止戰了 這個是代表你要和平 但是歐巴馬上來了以後 他的CIA還有他的軍事的頭子 就給歐巴馬說 你一撤軍的話可能會更糟 那你應該 我有把握 再給我徵兵 我一定可以把塔利班消滅 歐巴馬後來不敢去領這個獎 因為這個獎領得很丟臉 歐巴馬就做了一個決定 徵兵了 徵兵 徵兵以後就進入了阿富汗再打 結果那個戰爭非常的激烈 結果美軍死傷非常慘重 美軍死傷很慘重以後 歐巴馬就後悔了 他就覺得說我當初聽 信你們這些軍頭來跟我講的話 然後我又徵兵 然後我一效國際 然後結果造成這麼大的死傷 那個死傷之嚴重 使後來美國的徵兵 就是募兵出現問題 因為死了太多 很多人就不想去當兵了 一個國家採用募兵制的 這個國家絕對不可能是保家衛國的 放心 因為他是拿錢 他當兵是為了錢 為了生活 所以他一定是考慮 這個錢跟他的生命之間的關係 那當美國這樣做以後 其實我那時候我就判斷 美國的軍隊不能打仗 沒有那麼會打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這個拜登 他要把軍隊撤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估計 我那時候一直到這邊估計 我說情況可能不是那個樣子 也就是說塔利班 塔利班如果 塔利班就是遊擊部隊啦 你應該用 他的打法就是遊擊部隊的打法 我在這節目講了好幾次 沒有人民支持的遊擊部隊 是存活不了 但是美國清剿這個塔利班 清剿20年 清剿不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人民的支持 那當然台灣完全相信歐美的媒體 歐美的媒體 絕大部分都是說錯 或是說謊 因為阿富汗不是他們描寫的那個樣子 塔利班也不是他們描寫那個樣子 我沒有說塔利班好 但我的意思是 塔利班所控制的區域 不是他們描寫的那個樣子 但是呢 他們一定要把他們的敵人醜化 然後用很多的形容詞 那把他們描寫的很醜化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阿富汗人不支持塔利班 塔利班根本就活不了嘛 對 因為我的軍隊 我美國有擁有的絕對的優勢的軍力 我一個省一個省清乾淨 二十年也可以清的 每個省都清掉嘛 也就是說我二十幾個省 我一年清兩個省 那我十年也清了十幾個省了嘛 理論上講應該是這樣嘛 那為什麼會清不乾淨 那也就是說越清越多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美國是侵略者 在阿富汗人的眼中 你美國人是侵略者 你每一次跟塔利班戰爭的時候 打死了很多我平民百姓 對 所以那些平民百姓 會恨透你這個美國人 這第二個 第三個幫美國人做事的 這些阿富汗人 你難道不是叛國嗎 所以我們是用美國人的角度來解釋 但是你要想 所以為什麼這些美國所扶持的 都只能夠在城市 可是廣大的農村 美國跟阿富汗的政府軍 為什麼進不去 因為他沒有人民支持嘛 所以他永遠就是 控制那個點 那個城市 就跟當初國民黨一樣 控制那個城市 好 那你再看看那些軍人 阿富汗的政府軍的軍人 每個人都講 我一定要血戰沙場 而且我要打到一兵一卒 那個講得都 每個元帥都不得了 但是結果呢 沒有開幾槍 溜的溜 跑的跑 躲的躲 然後呢 丟灰棄甲的 丟灰棄甲 這個才是真正的現實 嘴巴都會講 但是真正面臨的 戰爭的殘酷性的時候 每個人都保命 所以你從這個阿富汗的 這個戰爭 塔利班的這一次 這麼短 而且塔利班給美國面子 您剛剛講的 8月15他就已經進入 喀布爾大學了 可是他故意不進去 就是我給你美國 唯一者但是不去打 對 我讓你一天去逃 那因為美國人 逃不了 結果呢 他現在要把他們的 所有的大使館的人 還有就是法國的大使館 歐洲的 歐盟的盟國大使館 他們全部都跑進那個機場 然後臨時調派軍機 一架一架接走 結果由於人太多 因為一萬多人 總共加起來是一萬多人 然後原本阿富汗的 要輸送的人 是六萬多人 結果呢 美國人就一考慮 要自己優先 結果把本來已經 拿到機票 已經準備要候機 要排隊要進去的 把他的順序 從前面調到後面 然後把美國人 跟歐洲人 先插隊插上去 所以你才會看到 機場的混亂 那也就是說 一定是考慮自己了 然後不考慮 那也就是說我本來 我應該是我登機了 結果現在被通知 我沒辦法登機 對 那你想想看 這個就是一個現實 那為什麼有這些人 在機場上 這些人我估計 絕大部分就是幫美國人 做事的這些人 所以他們很擔心 塔利班會清算他們 那我覺得塔利班清算 他們的可能性也很高 所以他們 當然塔利班的講話 一定是安撫了 但是我覺得 之後的清算 絕對會發生 現在是這樣 因為俄羅斯也沒有 把他大使館撤走 所以現在兩個大國 就是中俄的大使館 都還在正常運作 那俄國也沒有說 他第一時間就會承認 這個阿富汗 塔利班的這個政府 當然他們目前來講 初步達成的協議是 塔利班政府這個承諾 他的境內的任何組織 也就是所謂的 國際上的恐怖主義的組織 不能對於任何一個國家 那麼產生威脅 也就是說如果他對於任何國家 產生威脅的話 那塔利班政府 對於這些組織 在他們的境內 他不會容許 這是他的一個承諾 那我的估計這個承諾 應該是有層次的 第一個層次就是 對於阿富汗周邊的國家 我覺得這個塔利班 會嚴格的遵守 也就是他的這些恐怖主義組織 不能對於周邊的所有的國家 也包括了中亞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巴基斯坦 包括俄國 他們實施恐怖主義手段 但是如果對歐美的國家 我倒認為塔利班 會把它當成籌碼 也就是說如果歐美他們承認他 或是跟阿富汗重新建立 那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他就會給他們施加壓力 但是如果歐美還是不承認他 他可能就會放開 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會給歐美的安全 產生威脅 那以歐美的國家的個性來說 他們是以利益來做交換 所以相當有可能就是我承認你 然後你要耶穌這些恐怖主義 不要對我的國家施予恐怖主義的攻擊 用交換的 我覺得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 第二個就是 塔利班很明顯的他走酋長國了 所以他的以後的政權的組成方式 已經跟美國所扶持的傀儡的政權 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他一定會走政教合一 他這個態勢已經很明顯 他走政教合一的時候 他的社會秩序的恢復會非常的快 會快 會很快 很快的整個阿富汗就會恢復 這個社會秩序 但是他會面臨兩個大問題 因為你走政教合一 恢復政治秩序以後 第一個 也就是開放的程度到哪裡 因為原本在首都 在城市內 剛剛談到了 這些大學生女性的大學生 還有就是原來在城市內 的這些比較開放 例如說可以聽流行歌曲 可以看外國的電影等等的 這些接觸外國文化的 那麼他的容忍度有多少 我覺得他的容忍度很低 也就是說 在這20年來 阿富汗的大城市的居民 跟西方的接觸的 那一些西方的文化的元素 我覺得被斬斷的可能性會很高 那有關於婦女權的一個保障 這個部分裡面 塔利班應該會有修正 因為他知道這個部分 是大部分的國家是很難容忍的 因為這個對於女性的一種 一種非常不人道的 或是說剝奪她受教權 剝奪她的婚姻權 剝奪她的很多的這種權利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可能他會寬一點 但是寬到什麼程度 這一點可能還是要再觀察 但是刑法這個部分 恢復原來的肉型 例如說小偷斬首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發生 通奸用石頭扎死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發生 然後呢一些那個 例如說未婚的性關係 用鞭刑 我覺得這個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在公開的地方的鞭刑 斬首就是小偷的那個斷首 然後對於已婚以後的通奸罪的 用亂石砸死 我覺得這個恢復的可能性比較高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神學士 他的一個調整會2.0版 但是我估計大概朝這個方向走 因為他如果是政教合一 那就會產生一個宗教的障碼 是 會有一個宗教 所以那個宗教律法就進來 對 所以可能感覺比較保守了 一定會保守 一定會走向保守 AIT設計這麼大 新的AIT設計這麼大 其實是有在做撤僑的預備 因為這個你永遠要有B案 上面可以停機升機 上面的一個平台就是直升機的 它那邊就有停機 另外的話它靠河岸進 必要的時候 例如說因為僑民要集中 僑民集中了以後 然後再走也可以走河岸 走基隆河出去 然後在外面再把它接走 或是到頌端機場接走 都有可能 但一般來講如果說 兩岸之間一開戰的話 那中國大陸基本上來說 會開一個綠色通道 基本上來講 我的估計是一定會有一個綠色通道 也就是說會讓這個外橋 在台灣的外橋可以經過這個綠色通道 那麼離開 但是只准出不准進 就不能夠再進來 但是可以離開 所以我覺得 一旦開始兩邊開戰的時候 松山機場可能就是台北的一個撤僑點 就是它的本身就是 從那個地方人就趕快去運走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 因為也就是說兩邊如果一旦開戰 是避免傷及外國人嘛 所以外國人他基本上都會有 空中跟地面上的一些綠色通道 我們叫做安全通道 這一定會建立起來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兩岸之間開火 我覺得關鍵不是在於政治體制 關鍵是在於你民進黨台獨 你要走到什麼程度 對 那以民進黨現在一直在製造輿論 就是說現在台灣90%的年輕人 台灣90%的人都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那你今天等於是你已經 有台獨的一個很大的基礎了 你有台獨的很大的一個基礎 然後軍隊你已經也把它台獨化了嘛 因為他洗黃埔嘛 把那個我們的軍隊的傳統 是從黃埔軍銷建銷以來 延伸到現在 那他也在洗黃埔嘛 把這個去整個中國化 然後軍隊也是你的了 警察也是你的 立法院也是你的 政府也是你的 然後你說人民已經90%人 都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宣布台獨嘛 那他不敢 因為他知道 一旦他宣布台獨 他走向台獨 那這個就是兩岸開火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不敢台獨 不敢獨立 但是一個嘴巴一直講 那就讓人家很煩 就是說你又不敢做 因為你現在 整個都是你的了嘛 那你為什麼不做 不敢做 因為美國也不讓你做 美國人也知道玩到這個點 那就是美國人就要放手了 就是說我告訴你不能這樣做 那你還是要做 那我美國人就放手了 我不管你了 那民進黨就會怕 怕的時候又就不敢做 那不敢做又要嘴巴講 你說這個人煩不煩 就是沒有這個膽 沒有這個勇氣 然後也沒有這個膽識 也沒有這個膽量 但是就是那張嘴一直在打 我不要用彰化 就是反正就是那張嘴一直 咔咔咔咔咔這樣叫 叫得我們都聽得都很煩 我再強調兩岸之間 會不會打起來 跟政治體制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不要講 我們的政治體制多好 坦白講台灣沒有貪腐嗎 抓跟不抓而已 然後不要忘了 阿富汗的政府 是美國扶持了傀儡 對 那這個傀儡 貪腐成這麼嚴重 美國沒有責任嗎 美國人在那邊的施工 包工軍隊 對高階的軍官官員 也都一起撈 因為國會就是批准 批准了錢過去 那假設我是執行者 我拿了一百萬美金 我自己先扣二十萬 或是三十萬 我現在再發下去 讓他們每個層層扣 扣到最後到那個兵身上 就只要一塊錢 阿富汗的這些毒品 就是用美國的軍機運走 然後後來就被破獲 但是已經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美國的陸軍人數並不多 那美國現在也發現 他們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沒辦法打一場 這個正規軍的大仗 但是由於大陸跟這個俄國 他們是走這個傳統的 這種大規模的作戰的一種結構 那美國當初因為是反恐 所以他把他的部隊縮扁 那個縮扁 然後小骨化 所以美國已經相當長的時間 不曉得怎麼打 大規模的作戰 那他最近開始在練這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他要跨海 他的兵沒有辦法運 運那麼 數量那麼大 所以你很清楚地看得到 他還是以海空為主 而不是以登陸作戰為主 因為他登陸作戰他做不到 那海空為主的話 他現在已經退到第二線了 也就是說退到關島 就把他分開了 嗯 他就這樣